各位嘉年华现场以及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西北悬铁一片云 乌鸦落在凤凰群 山崩地裂水稻流飞沙走石 鬼剑筹 斗鱼狮子狗哪家墙 大志兄来帮你的忙 斗鱼方家号888388 每个寂寞的夜里记得我在等你 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米中 然后很高兴见到大家 很高兴见到大家 然后我来自西岸成都 大家好 然后感觉大家很热情 然后我的房间号是272065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英雄主播 英雄联盟主播星巴 兼美女主播星美丽 欢迎大家来到嘉年华 希望大家在嘉年华玩得开心 我的房间号是3487376 3487376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上单战神 于晓之 如果大家想要学习对线技巧以及对线细节 还有塔下仿杀以及塔下看压的话 都可以来我的直播间 1126960 好 谢谢C网 谢谢C网 C网其实也来到武汉也有几天了 然后你刚刚在上面说也是吃得很开心 对吧 那来到武汉有什么样跟上海不一样的感觉吗 跟你自己做的地方的话 它主要这边以辣为主吧 然后乐干面像什么豆皮乐干面 反正我不管吃的所有东西 它基本上都是放辣的 这就跟福建口味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吧 看你吃的还挺爽的 之前不是还去大师兄家里烧锅饭 大师兄烧饭给小C吃吗 大师兄也是有烧饭给我吃 但他那个口味跟我们湖北这边 武汉这边口味还是有点差距的 做的好时就完事了 大师兄说两句 我说小C不喜欢吃辣 但是我本人就是无辣不欢 下次不要来了 而且还要问大师兄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你们要就是对战 这队伍的名字虽然有点奇怪 就叫星星队 但是你们这边有两个狮子狗玩家 你们到时候录准备怎么去分配呢 我决定让 因为我玩狮子狗的时间 可能没有星巴长 因为星巴可能年龄比我小 但玩狮子狗是有一些年头了 我觉得今天让星巴用狮子狗 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精彩的表现 然后我就跟浪师傅包下了 西黄我点了 你呢 我也点了 我觉得特别欢乐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洛欣 你刚刚又有说到今天能跟就自己的男神没神搭档 然后感觉特别开心 那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看了刚才的就是上一局的比赛之后 自己有没有压力呢 会不会有什么压力 我觉得他应该比较有压力吧 有 还想打吗 带回家 就想回家了吗 那看来草莓还是非常可爱 那接下来也是有请我们的各位主播 可以叫进入我们的对战席 然后我们可以准备给大家带来第二场比赛 有请 好了 那同样的 这场解说呢 有所变化 当然也有刚才大家非常喜欢的两位 以及我们斗鱼 英雄联盟板块 美女主播 对是谁 周淑仪 有请 渐进舞台见面了 我今天过来了之后 彪老师应是让我坐中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 周姐现在我们是要让周姐坐 没有 没有 你在说 哈哈哈 没有 这样 舒仪确实是比较专业 比较专业 对 然后可以带着我们一起 我们去评一评比赛 对 没有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来 我们滑水 哈哈哈 混就完事了 是吧 没有 没有 今天可能穿的有点小学生啊 就是刚刚去煮舞台 表演了一下回来了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听说你今天有一段什么热蜡静舞 你觉得穿成这样跳什么热蜡静舞 那是什么 小可爱 小可爱嘛 哈哈哈 我今天的话我看到就是上面有很多老朋友 有很多熟人吧 有没有你平常包括马老师特别熟的主播 关系好的不错的那种 我特别喜欢看这个 叶师傅的皇子 皇子啊 对对对对 特别喜欢特别有很强 那跟你的大爷比一比呢 呃 跟我的大爷比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 各有千秋吧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你觉得你的千和秋在哪里 哎 这个回头继说 哦 哈哈哈 OK OK 朴老师呢 呃 我其实很多我都看的 对 那我想想我留情比较多的 应该是在眉省那里 对 因为我们是老冤家了 对 所以经常在直播间披一下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说今天眉省倒霉了 这个洛欣跟眉省两个人本来就是 之前有师徒关系带洛欣教教他打游戏嘛 但是因为我本来看了这十个的水平 我想说就英学联盟水平都本来都挺高的 但是一下子被他洛欣拉低了 我估计比较难就跟他一对的话 你这个就是属于传说中的最佳损友 哈哈哈 对吧 哎 到任何公开场合自己的好朋友 总是要支持一下 这不是损啊 这家都是有数的 心里有数的 那其实是要夸对吗 就像你看我跟老马一样的 我就总是很喜欢讲 是韩军龙好强 嗯 是的 那不回回应一下 嗯 不是呼他很老 哈哈哈 又很皮 对对对 那这个前面的因为 之前你们都解说了之前的那个表演赛吧 打凉吧吧 之前那一把是退役战神队和路人王队 看下来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就是 还是这个职业的选手打这种线下的赛 会有过多或少有优势 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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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心理上啊或者是在这个快速的适应这个比赛状态的能力下 会有优势 就是他们即便是退役了 现在也是保持原来那个状态 对包括就是拿到阵容上面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更加的适合一点 所以阵容整体会好一点 对对对对 不是我们不就表演赛吗 大家这么认真的吗 讲道理 说实话 你看你应该也认识很多选手 对 任何表演赛大家是很表演的打 还是很认真的打 你跟我讲一讲 任何的都是盯着的 像我这种踢款击杀的 哈哈哈 还是打的很认真 还是很认真 还是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很多精彩的表现嘛 所以说把胜负心还是比较重的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南波尔 我们有两位女主播 但是南波尔的水平 就真的是吧 对 有峡谷的大师 方者 有没有 之前听到有句形容 南波尔的话是怎么讲的 什么 谁说女子不如男 对对对 对对对 那对面的话其实也有 小米洲 对对对 嗯 就我我一直不会不敢相信一个女生可以打到这么好 但自从我 见识到了南波尔之后 我就相信了 然后非常喜欢 觉得很强 非常的喜欢 非常欣赏 非常欣赏 不得也喜欢 对 非常欣赏 高度的赞扬 高度的赞扬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另外今天组的两只 这个主播的队伍名字 有想好了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南波尔和王继超 他们那一队呢 叫超新星队 很酷 有一种酷炫的感觉 但是余小西和小米洲 他们队伍的名字 就有点 让人头疼了 有点滑 混字队 混字队 这个队名就有点滑 这个队名就撈了呀 这怎么搞 我还是很期待 余小西的诺手 我也经常看她的诺手 我跟你说 余小西在后台聊天的时候 跟我说 我好像有点不敢拿诺手了 有点怂 怕没打好 怕没打好你知道吧 砸了招牌 砸了招牌 所以说现场 但我很期待 可以给余小西炸个油 其实有个绝活 叫做约里克 约里克 对之前这个艺术是他的绝合 对对对 可以招老婆的在线上 是 然后就是这个队名怎么样 呃 很好 很好很好 就是我们加入 应该是叫哪个队局 我们应该加入超新星 还是混子队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加入超新星队 哈哈哈哈 那算了我加入混子队吧 哈哈 好这边给他竞争了 南波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漂亮 大气 大气 那两个女生是一个队吗 对 有一个队我有两个女生 就有洛欣也有南波 所以可以其实点多点评一下洛欣 我觉得洛欣 来到线下整体的感觉特别的棒 你没有见过线下吗洛欣 见过嘛 见过 再吹一次嘛 哎呦 那你不能吹 我就在你旁边 你吹一下我嘛 哎我们啊好好好 真漂亮哦 这节目好 哎呦 这可太敷衍了啊 太敷衍了 看一下他们位置吧 我感觉这把应该是草莓打 草莓要打ADC吗 还是草莓去打上单啊 应该是上单吧 那就如果说雨晓鑫对上草莓 还真的挺好看 那讲个道理啊 梅声以前是我们老一批职业选手的 颜值代表 嗯 现在变成原草莓了 开始了 开始了 兄弟们 冲冲冲 这边带来的是我们十位 这边主播一个是超新星队 一个是混子队 但混子队并不混啊 兄弟们 都拿出了自己的成名英雄 这边草莓是选择AD 是玩了一个伊德瑞尔 伊德瑞尔加猫咪 对 是 哇 南波尔也是自己的绝活啊 俄罗伊中单 王继超也是技术自己的绝活 我觉得啊 这把应该是南波尔去打上路了 中单给王继超了 是的是的是的 南波的绝活 南波上 南波中路就是卡特 卡特 俄罗伊对 他还是挺凶的 小米周也是自己的成名英雄 艾克 艾克 然后星巴选了自己的成名英雄 狮子狗 伊福今天是没选自己的这个穿甲流 皇子 寄出了人马 找了个人马 对 可能觉得这个英雄 黄子在版本不是很那个啊 那时候还是招牌绝活 托里亚克托 小米周中路是中路是王继超对的小米周 我前面就说嘛 我说让两个妹妹去中路对线 就王继超 这个跟小米周对线 我说句实话 这把打完周周就只能说 不管周周的事 不管周周的事了 对手是王继超 没有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 星巴也是祭出自己的绝活 余耀C也是祭出绝活 余耀C还是 大多数人都是祭出自己的绝活了 嘴上说说不敢拿不敢拿 最后还是拿了 还是要拿还是要拿 这把他会出绿豆装吗 所以说 那这把但是他对的是南波嘛 我觉得 余小C我对他的了解啊 他看到妹妹就走不动路了 可能就是会手上的 会放一水 对对对 遇到南波的情况就是 无形填手 这智产打击间外圈就 一定是这个道路 不会吧 你信我 大家可以到时候啊 就这个我们因为是比较娱乐的比赛 到时候会突然一下子放他们内放的语音 看看主播们之间在说些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听他们的沟通 说不定开始骂起来了 莫星你在干什么 这应该不会吧 我看过草莓带洛星打游戏的 还是比较严厉的一个老师 草莓现在还是颜值代表 没什么现在已经说实话有点圆了 有点圆了 对但还是很帅还是很帅 哎你看 哎咋看不见了 没事 有点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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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看到有好多 朴老师就是粉丝带着朴老师的小牌牌 都举起来看一下的 非常多非常多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喜欢哪一个画像啊 你最喜欢哪一个哪一个 好看的 那哪一个哪个好看 哦稍微是无双 蛇皮顺畅 帅的帅的那个 可爱的都行 啊都行都行 对 这个画像你不觉得有点 我最喜欢那张PS过的 哎我也觉得前面那张会比较帅一点啊 可以正经一点 啊好了我们 浪费了这么久开始比赛了啊 啊这边是选择的 哎为什么二楼一不出庄 这是怎么说法 哎呃有一个说法叫紧张到忘记 哈哈哈哈 没有 有说法 选手都会有时候就是 比赛赛场上我们都有看到过 对 开局大家就在聊 哎这把我怎么打这把我怎么打 这把我怎么打就聊 然后就出门了 忘了 那他这个 这个这个到现在没发现吗 啊那这个有点 那这个女小C就笑开花了呀 这个 香啊现在 还没发现还没发现 哎呦 药也没有买啊 应该是他买腐败药水估计点了 会不会是套路呀 就是你看他的视频他买了 如果什么都没买的话 应该是连视频都没去点 嗯 他把自己套路了 不是这个这个 不是这个这个套路 就是没有任何的理论成立 他比如说你看这个套路 他前面不用钱是因为他回家要出大剑吗 这个不科学 不科学 不科学 看来小米洲其实在中国对线还是有一点点小压力的 王智超大都知道 哎呦王晓鲜怎么没玩他的哲拉斯啊 王晓鲜很凶 一直隔着兵线想要Q 一直在消耗 而且有献权的话一直应该是立桑卓会更有献权一些 男伯现在应该是发现了 对应该是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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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凶落手这个英雄的强势 与小西就稍微那个一点嘛 就弹波都没有出装了 对现在这个 俄罗一也只能用Q不到啊 你看小西的这个位置卡的啊 非常的凶残 真的 非常的凶残 哎呦我看来 刚就是英雄联盟的男主播都大家都是钢铁指南 就是对妹妹的时候完全没有丝毫的 哇你们小米这好凶 哎呦这个好像要 被动作A接一个Q 再A闪现这边交掉 没点燃的 没点燃的 周周还是凶啊 周周这么凶但是B线有点多 主动骑王纪超的脸 这波自己闪现被打穿了 但是这个举动是很猛的 好吧 还行啊 下路我们一直说那个怎么样一个情况 但是露心的猫咪 可以还是钻到了梅神的身体里去了 这是猫咪钻到他的这个衣子里面去了 OK 我没有在搞黄色啊 OK 这边公路 周周周上了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过去了 过去了 就是一个单杀 不过自己这边没有技能了 没关系 新巴过来是收掉了 收回来 这边周周也是奉献了自己 对因为没有技能上去是 很大概率会是 是的 是的 留住他 我刚刚是不是听到外面 他们有放那个 有他们的声音耶 好 这波小C是直接有血怒好能打 这边三个人但是完全不霸 西部哥家落手前期双雄 给个叶 哦 这边新巴一个挑出发四射能量 一个加强后的直接是带走了王继潮 这一波打得好强 而且这一波余小C拿到人头还有双buff之后 基本上对线已经是不霸出了 这个南波真的不倒队了 关键最恐怖的是什么 最恐怖的是新巴 难道下路也要开花吗 这一波大师兄的一个先手 这样点燃还好 钻到身体里 猫咪是有了 不是 他为什么奶呢 等一下 这一波洛星 他如果出来在外面奶自己的话是可以活的 就一定要把他的失误抓到讲一讲 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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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关键 这个 而且讲得很细节 啊很细 他失误了 他专到那个伊德瑞尔的时候 就是给伊德瑞尔 呃 对 油草没控制的伊德瑞尔 对对对对 你干什么 非要kill我一下 不关键你们现在看一个最恐怖的东西 什么 西巴的狮子狗这个衣装已经三个人头了 离谱三个人头在手 对狮子狗这个英雄拿人头是最恐怖的 他不服伤机器 刚刚回去出装我跟你说无敌了 他不仅是这个英雄的爆发 他装备来了 就那个秒用能力 秒用能力 他的那个独齿项链提高的攻击力 特别恐怖 你看 他现在 五分钟你看他出了什么样子 呃 五分钟回家一把打野刀的雷人家 这把游戏我跟你说真的很恐怖 游戏结束吗 这个就打不了了 游戏结束倒还好 只是在前中期的话 我觉得超新星对这边压力会很大 我觉得超新星对这边压力会很大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感觉每一条线 超新星对这边拦住非常的危险呀 因为 这边小星有一个双大数 到六 到冰箱了 到冰箱了 哎 哎 哎呀 还是流死了 这边上路还是完成了一次击杀 不过能看出俄罗伊这个英雄真的很恐怖 对 他这个还没到六 到六的话那是绝对战路之王 只有一个洪水型的装备 这边 落手是有一个多蓝箭 对 所以莫伊又不来了 但是草莓哥快水 能拉住 哎 丢傻 丢傻 来 但是星巴在后面呀 这一波大师兄感觉自己隐身了之后 可以回点血 我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我一服瞬间被融化 现在狮子狗 现在狮子狗就是一个大招一个人头 一个大招一个人头 我感觉这个狮子狗不要出现能力 太恐怖了 一出现就是变魔术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平均 现在很难断掉星巴的节奏了 他现在应该平均两分钟一个人头 他现在大招之后 因为他装备太好了 太好了 功率现在太高了 这边又是一个跳过来 直接秒掉了洛星的猫咪 洛星的猫咪在塔下就完全 就没准明白啥情况 还要再吞一下 但是这个距离很远 很远 跳不了 还是很有经验 勾了个小兵还行 听到他们的语音 这边中路还是双方在一个互相打气 不用看星巴在什么位置 要去抓了 要去逮住了 这边被一个真眼看到 但是王朝支援过来了 这边手里是没有能量的 但是这个伤害就离谱了 他直接秒掉了 王朝的大招有些少慢 跳过去 而且这个立场给他直接保住了星巴 再回跳 又是一秒钟 再跳 他秀了起来 又再跳 再跳 再跳 还要跳 又是一个强挂球 还要跳 漂亮 还是太老了 舒服 舒服 八个人好像超神 在这样的局势下 讲到一个三杠零开局 太猛了 真的太猛了 而且你看这还打不死他 而且其实小米周给的这个立场 其实保 真的是保住了 保住了 这波的支援是很及时的 他们队友支援也很快 完全 这叫混子队吗 嗯 这 感觉这名字完全不适合他 滴掉滴掉 哪有老婆 哪有小牌 哪有小牌 这么会说 什么 皮老师 今天就很猛啊 今天是很猛 现在超一星队已经有点 哎呦 这两个 这个意 千万别追 千万别追 快跑 这边 好像有点错觉啊 哎呀 哎呀 无处可去 小猫明应该怎么办 没了没了 这三个男人记住了啊 罗欣 下次就是浪子言啊 星巴啊 大师兄啊 微信该删的直接删删了 现在星巴已经9-0-3了 完全已经有一个带坦的局势了 已经打出来了 关于这波雷人家回家之后 你觉得他会出什么呢 就是穿脚三件套嘛 穿脚三件套 瞬间变消失 感觉如果现在这个局势来说 这个星巴不去 如果说能吃他们赏金 吃掉几个人的赏金的话 还能稍微挽回人群人 那现在这边的其实还是挺难发力的 因为狮子狗真的太强势了 也太默认了 打起来也不能打个过 现在就是养人了 狮子狗已经可以了 在9分钟的时候 打野狮子狗有了一个默认一个打野刀 加一双鞋子 这好难挺啊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默认好像有点 有点夸张了 恐怖了 9分钟 但确实 这种发育程度也 平时你也确实很难见到 9-0-3 平均一分钟收一个头 太恐怖了 好像现在还进去啊 完了啊 我们蹲到了 直接跳伞过来 哇 瞬赶 牛沙之王继潮一刀带走 你看他这波的细节啊 先闪进草丛再秒跳上来 然后他并不是直接闪到敌人的这个面前去砍他的 这把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 星巴的个人秀 对 感觉就是只要有星巴的战场 基本上 所有队友都是那种毕竟版 主要现在他 他确实太顺了 太顺了 然后现在这个输出 确实没有人能顶得过 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避架 要射局 是的 要规避掉星巴这个位置 就不能让他 星巴走到哪儿就带一波节奏 关键是 又来了 潮行对他那种比较天发育 这边人马踢了一脚很痛 但没事这个大事刮空了 对耶 这边不过还是通过一个人多打人少 还是射了一个局 就前面说的吧 前面朴老师说要射个局 要么规避掉星巴的伤害 要么就去抓星巴 对 但是这个赏金 我没有看清楚是被谁拿到了 中单 应该是那个王纪超拿到了 王纪超拿到 王纪超拿到是真的可以的 我觉得 这波兵就是吃了这波肥的样 不啊 不过南波这波支援下来 本来线上就已经很劣势了 而且这两波兵 狂吃 狂吃塔皮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混质队这边 其实发育是很好的 对 其实除了星巴 他就是发育很肥之外 刚才余小时也包括这个浪师傅 他们的 他们现在其实发育骨刀 和塔皮的 这个塔皮的情况 其实都是很重要 下塔要不得了 这边小米周是直接 居然到上路帮忙推塔 本来对线的话就比较劣势 这个11分钟打了8000块的经济差 也确实太恐怖了 下塔全吃满 全是14分钟的全吃满 这边又是看到了 直接跳巨2秒 这个业王太浪高了 王太浪要过来留吗 哎呀出事了 包过来了都 下路打了起来 这个大招 反向大招实属帅气 他那个时候放反了 也是一个技能 收掉了这个王太浪 画面有点颜色 应该是 应该不是反向大招 我帮他圆一圆 就是可能 先是他在那边 他大了 然后他一了 太过一击过去了 对对对对 亚索一了过去 导致这个大招放反了 应该是 因为亚索和那个 泰克都有位移 对对对 帮他圆一圆 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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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过分啊 好 南波这边又上了 这边又伤害 大招下来掰起来了 西雪反杀 南波笑起来了 西雪 讲道理啊 星巴这波有点小装 有点浪了 浪了浪了 浪了浪了啊 南波还是熟悉的南波啊 但是现在南波 由于上路这波 自愿之后 又没有去上路 小色已经把上路的整个塔 全部去上路 哎 这一波好像有点上头了 但是从这边想 先手衣服的 对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落手的发育 其实也很好 等会落手出来也是一个跌 好像没有翻盘的点啊 和机会啊 现在是很难 因为各路向的压力都很大 对 对 对 这边 流到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个人头 都要交代了 现在的伊瑞瑞尔的战斗力 确实还 还差蛮多东西的 这一个兵权的 目前的伤害能力 还是很弱 对 本来在谈笑的时候 于晓之家跟我都夸夸他 但是我想了一下 这把关键是星巴的表现太亮眼了 好像 不需要他的这个落手啊 暂时啊 暂时不需要 但上路的确是打的还是很压制的 主要其实就在这种局势下 你知道吧 对 野爹已经这么猛了 很多时候上单 我正确的打法 我就只能在这里拆打 放育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叫做 我其实还可以 因为我对线也是优势 我知道这叫 对 来了 谢谢王智超 哇 憋了很久了 很久了 展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队友上手太高 很轻重 直接就带走了 对 其实现在王智超的伤害还是挺高的 要抓 这逼出了闪现 头过来留 有个大招 没晕到啊 周周这边过来给一个环数 哎呀 这把其实我还倒挺期待小飞的这个落实 可能发挥 但是优势太大了 但是这把说实话 优势太大了 小智应该是变身打工皇帝了 很难转下来 落手这个配方性 那些伤害那么高 这把游戏 基本上来说 往征后期的话 还是主要 我们这把还是 主要还是看雷人帅的一个发挥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 现在13个人头的身体 基本上等会大招的CD 越来越短之后 就看着一直在那里靠了 小智应这位置有点危险 还好 看一个很谨慎的闪现 上面有视野 看到了这边 小智应对的动机 周周这把打得也还是可以的 是 该支援的时候也能支援 就把这个 怎么说呢 支援的时候 给队友争取一些拉手的空间 虽然自己没有打出很高的伤害 但是把会这个字 发挥的特别的话 出事了 大回去 还行 这一波 周周打得有点飘了 但是配合上大叔就能一发斩 这个时候是残血 直接进场了 再来一个 斩了起来 俄罗依这边只剩下南波一个人了 怎么说 要是一个QQ到南波 但自己被拉到了 还是先撤出这个触手 雕像的范围 这边混子队他们就很聪明 人是四散而行的 就是没有让南波找到一个放大招AOE的机会 其实就是说白了不给机会 完全不给机会 不给机会 就是现在超新队有一点点贵重 而且整体的阵容是一个偏打团的阵容 对 关键是 其实超新阶队他们开团能力还挺强的 问题就在于经济差太多了 在主要是前期的 对线期整个的处理是崩的 其实已经不能是崩盘了 叫做盘已经裂开了 就这个盘已经没有了 就消失了 对 对 确实炸的太狠了 根本就局都步不了了 因为没盘了 不能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很多 也想一些 一些一些比较有用进攻能组织起来的盘 但也很难组织了 这边浪师傅的带线也是在 做了一个这个猛青斗篷 这一把 其实一直在 直线一直在发育 其实都是按照 还是按照一个前中期比较标准的一个发育的 就是一个流程在打 好 主要还是因为 比方打也太平了 对 所以很多 而且你看 困队真的很稳 他们两条小龙虎 两条水龙 其实他们现在这么大的优势 就是完全可以去 找机会 又准半价了 主要我们看优势大 但是实际上这个游戏的时间 现在还很大 这边星巴回去是 又拿到了一个夜之锋刃 这个夜之锋刃一出 说实话 这个超级队想秒他 留他是不太可能了 这边也是在 在很深的地方 两个隐身留 互相隐身之后下路 要约他 这两个 这两个 这边是 这我以为是 老鼠捉猫的 这太恐怖了吧 但是星巴这边 王家过来一个冰冻 打了一波很高的AOE 不过后续没有伤害了 小街很肉 这边有一个血手 南波又伤害很高 也是在那里疯狂的输出 不过最后还是被 另一批华山直接一刀带走 这边大熊要靠斩吧 王家斩死了 但是感应该很快 这边教练一个大招 要跑 王家走位 我又走掉 被大熊一个Q收掉了 这个零头 这边高地也是宣布要告破了 今天猫咪的大招有中国吗 有晕眩到过人 不过分啊 没关系 星子姐不在意这个人 星子姐 现在的话因为真的非常非常难了 你说正面打5-5也不太行 每次都是先是超级精队少人嘛 基本上狮子狗开大上来就秒一个 4打5本来练势这么大 这边浪师傅好像有一点给机会的感觉 快乐起来快乐不难 这边是拉倒了浪师傅 但是没有人打没有人打雕像 哎呦这个雕像给了一个缓速 要杀了没办法了 应该是跑不了了 那师傅有点快乐 这边快乐了起来 然后结果也是很不快乐 这次就没了 这都是有赏金的呀 这些都是有赏金的人头啊 哇 这个哈 这叫变魔术 在这里蹲了很久了 这就是狮子狗这个英雄在这么肥之后的一个可怕的 水条弄消失 变魔术 大变活人 短短的19分钟20分钟不到 现在基本上中路的水晶高破 上塔已经空血的一个状态了 讲道理这把确实是因为前期这个星巴尔的节奏确实太好了 因为其实你看像王岐超这个时候 我经常也看他成功的 其实也是属于打得很稳健的 那你看这把其实打来打去 双方在19分钟爆发了37个名字 其实还是这个GGP 就是只有太快了 表演赛嘛 怎么镜头没给到又没了呀 我怀疑就跟前面应该挺像的 这两个人在上演什么 TOMMAN的Jerry 每天都能赛 而且就跟他一双方表演赛 这双方表演赛 还有一个词 这个忍者数学 这种育是个技能 就是不最快吧 他得玩了 但听到这把技能 这是真的游戏体验的 很稳啊 完全没有我们所说的 送一拨 浪一拨 只有浪机在浪 浪师傅有点浪 浪师傅有浪师傅了 这边渺猫咪在弄心钻了进去 钻进去了 躲起来 这个闪现 虽然说浪师傅在中路浪 但是给队友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因为没有视野把这个龙给拿了 其实啊 就是在这个局势下 浪师傅去了这个龙也可以拿 对 但是 不然咱跟队友是不圆一下吧 对 但是总有一个 就是理由嘛 比如他自己要死的时候总会讲两句 哎 没事 没事 你们大龙 其实心里想的是 没受起来 很难受 大龙大魔现在 基本上非常难守住 今天现在小米周也是拿到了 两件套 现在也是 也是有一定伤害能力了 13级有5级的1技能了 还是不敢去牵手 这个手机还是白给的 听吧 这不应该还是没有回家补装的 不过这个装备现在基本上不错 这个残血的派克 不过手里有闪现 大师兄直接走 这边是拉到了 这边是没有拉到 但是因为混子队的阵容 普遍手还是比较短 留住了 看一下那么秒 差不多 起码实际是秒掉了 但是这一波不见得能赢啊 这一波又谁被拉到了 这个大刀很帅啊 对 但是南波的伤害很高 这边进来的人全部倒下了 小米周闪现是收掉了 南波一个大回来 配合掉大师兄是斩杀掉了人马 但是后续的战场收割我感觉可以啊 虽然说派克斩了 但没有斩死 这边王锦超直接拿了双杀 这波依靠这个一个 一个缓速的限制吧 原来有三个人啊 这一波 我把洛琦给拉下了 这波 他一直站在这个 好美的身体里面有动过 这一波是真的帅啊 这个精神 说实话我 天空有着不明物体 我吓一跳 但是这里 那师傅确实有什么冤枉 进去就被触手 胡乱敲死 而且其实洛琦这个大招 还挺好的 反手大哥还挺好的 你看辅助也在收割了 辅助的装备也很好 这边关键是有一个被动在持续的爆炸 对 比你在这种残局的情况下 这个被动的伤态还是挺高的 王锦拿下个四杀 更新掉了自己很多很多很多的装备 那星巴这波回去 三川已经出来了 最后又补了一个场面 感觉像是一个四川市的狗 就是穿到超猩猩队 所有的第一球身上穿衣服 好吧 反正就是一定 这个圣狗基本上开大一定能秒人了 就是看他的一个实际选择了 如果要像上一波打的那样子的话 其实比较难 因为感觉星巴上一波是被找到机会了 星巴这把如果没有这么肥的话 其实还挺难秒的 俄罗伊怎么就俄罗伊加人马 就也不太好秒 对吧 立双轴就不用弹了 然后EZ是一个出了兵权有护甲 并且体内有猫咪肥宝 对对对对 对猫咪手上还有一个虚弱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很肥 其实星巴这把还挺好的 对 开了叶之锋刃了 感觉是想留人的 先看一下大师兄能够勾到 尝试了一下 那这边是觉得没有机会 还是自己出来把眼给排掉了 那这一下走到 应该是最多一波 哎 哎呀刘 大师兄一个E技能 叫W派克的灵活直接拉开 好听到南波的时候可以大 可以打了这边 要打了但是 对方能不能秒 哎呀 哎呀 哎 好像没有开始大方式 直接被秒了 连衣服也是被三个猛男 碾死 南波这里开起大招 走着一个大拉回去 这边星巴又跳了 上来上来很高 哎 通 没拖到 小心一点啊 这边三个人 看看 我应该是要直接选择拆塔了 拆塔了 拆塔了吗 确实有猫咪在 在身的这个 一点确实不太好追 太强了 这边 混出的 混出的 现在手还是比较短的 哎呀 哎 这边是我跳过来了 再输出 但是有一个盾 哎呀 哎呀 那这个好像 这个还是被 周周收过来带走了 哇 这个开始捏捏 哎 对面一个小姐W 留住两个 哎 不小心 不开不拆塔吧 不拆塔 不拆塔 留出事了吧 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 好 又可以有下一波的战斗继续了 好的 其实到后面 其实发现 混质的症状还是偏手短 还是很容易给风筝 但由于优势确实太大了 给了一次机会啊 这波 十九个人头的机会啊 所以说话我以为 他装备快满了 对对对 在在打打打直播呢 而且就是由于你看其实 或者这边是五个进战 五个进战英雄的情况下 俄罗伊在团战里面 很厉害 发挥的 对很高 其实团战打下来 倒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碾压 对你看 其实看刚才团战的话 这个俄罗伊伤还打得很厉害 俄罗伊伤 他们赢得没那么精神 对 就装备好太多了 那马老师 一向就是 马老师是以这个 呃 这个 游戏理解而闻的理解 对对对 一些团战这个团战啊 我觉得混质要怎么样 会比较好打 对 以你的视角来 我觉得吧 这个可以 分带 分带 对 这是最稳的 对 对 如果你俄罗伊去守我 哎 那我就赶快的绕到中 来偷 强行开团 就是我去通过分带 牵制掉对面的一个人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开团 对对对 没错 这样就可以很舒服的 对对 还可以 对 但这个混队的选择是 哎 拿了大龙去推 是最方便的 所以打大龙给Rush了 这边拿到大龙之后 又能组织一波进攻 嗯 对 这一波团战 是 这波团战 基本上是混质队如果胜利了的话 超新军队就 就没办法了 被一波带走了 对 对 他们这波稳健的话 稳的话就不打吧 对 用冰线 对 用冰线来牵扯 但是好像 这边不想起机会了 这边王角直接开了 要秒一让子言 有金身 一个金身 洛西的大招波 让子言闪先拉开 又重新回到战场 可别在后方被小米装切了呀 后排全部被切死 小米装是直接直接 结束了呀 全都是 全都是 全都是伤害 全都是出口 全都是凸脸 这后排完全活不下去 过一个无解肥的师傅 哎 你看 在干什么 那我们就恭喜混字队 恭喜混字队 准个胜利 是 好的 欢迎回来 那这场比赛同样是非常精彩 这这场 这两个队伍的名字 感觉有点不太适合 这混字队打的完全不像混字队 你知道吗 尤其是这个狮子狗 我觉得是看的 让人 只要这个狮子狗好像一出现在画面里面 然后好像 对面血条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就平常说吧 变魔术 但还有想问一下 现场的观众 这局看完 C黄的诺手到底混不混 混 混 我没话说 好 比赛第二了嘛 比赛的结果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这只是一个表演赛 而且很多主播的话都是进行位置的调换 而且打的都不是自己的位置 首先还是叫朴老师 马老师先说句话 有请马老师发言 有请朴老师发言 大家好 武汉的兄弟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武汉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马老师解说完一场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啊 就是首先呢 看到了我们多余平台 每个主播他们的拿手英雄 我觉得就非常的满足了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 狮子狗就是这个星巴的表现 我觉得今天我不应该解说 我应该第二场让我上 我跟星巴组队 好 哇 看来非常有自信 好 那这里 舒怡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周姐 今天 哎我其实很气 你知道吧 我其实很气 我就在台下问超管 为什么洛欣可以上去打 我却在那里解说 我看的野手很痒 然后看到洛欣这个猫咪 我有点心疼 草莓啊 真的说实话 因为我看到他打团 永远你都没有出来过 从来没有出来过 MVP MVP 最近请的演员吧 她说草莓是MVP 你说我是MVP吗 这个MVP的意思是敌方MVP吗 这洛欣是最大地肉人吗 完了说到这里是想问一下我旁边的票老师 想问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局游戏下来您觉得两支队伍的MVP和SVP 你比较看好是哪个人 MVP狮子狗肯定要有嘛 对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超新队打的都不好 那大家的呼声要这么高就洛欣吧 而且从我们那个解说房间啊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周姐跟洛欣的姐妹友谊真的太深了 一直在帮洛欣讲话 我一直在夸你一直在夸你不信问观众对吧 你一直在帮洛欣远说你好话 一直在讲真的 我骗了我骗了 洛欣老师从来不会骗人所以肯定是真的 好的谢谢 同时的话 马老师二级洛欣老师一直在扣新吧 那行吧你对刚才自己的表现自己打个分呗 然后简单说两句 还是满分的啊 有一定一比赛第二 谢谢大家 谢谢 你真的太简单了吧 我想问一下 同样是教大家撩妹啊 星巴天天撩妹居然狮子狗还能这么厉害 我就怎么这么猜 因为因为你那个是假的你知道吧 人家是正版的 人家比较有手段 星巴一点都不像在撩妹啊 她看到妹妹就杀啊 太狠了 完全不留情 一点都不留情 季黄刚才我刚喊的那句 以及现场观众反应 你也听到了吧 那你觉得你对自己刚才想表现 你怎么看的 好啊 大家都知道 我一般来说对线的话极强 打团的话 急跑冠军 我刚说到这里也是想问一下王继超 你面对像周周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你是怎么狠的下心去拿下这个一血的呢 就特别想知道 我不知道我想开嘴 我想开嘴 你不要问这么变态的问题 什么王继超为什么拿了周周的一血这种话 他是小朋友 不要想问一下周周 问一下周周 问一下周周 为什么不好说 不关周周的事 我不是坏女人 我没有在欺负周周啊 不关周周的事 周姐又把节奏带歪了啊 周姐开车都开了一轮一轮的 好吧非常溜 好的朋友们 谢谢主播我们带来这么近代比赛 如果朴老师的话 还在主舞台还会有一个粉丝见面会 然后在结束之前呢 我们过晚还会有一个朴老师 以及马老师 与现场粉丝合影一个机会 当然在到了下一个环节之前 我们还是要由 七七来说一下 我们这边剩下最后一个小环节的内容 那现在呢我们就 还是要到了一个福利时间 直播间的时候 所以我们输入Redmi Book 高性能轻薄本 就有机会获得小米 为大家提供的小米笔记本一台 那到底谁会是这个心愿呢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弹幕刷起来了 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精彩的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也是先感谢我们今天 各位主播的到来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场精彩的比赛 然后也是看得非常的过瘾 那我们就先有请我们的 我们的主播们可以先 一起合合的下嘛 就背过身 然后上相机的话 跟关东西是合个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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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把手举高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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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好了 最後讓我們掌聲 送我們的組合下去休息一下好嗎 辛苦了 辛苦各位 好 也是謝謝現場所有 以及粉絲們的熱情的最後 我們要進入到我們下一個環節了 下一場讓我們把畫面 給到我們的法拉利以及Kiko 謝謝大家 謝謝